大家好,我是艾钓布莱恩 我在做钓的时候呢 常常有人会问我说 我母线用几号,然后我指线用几号 所以到底母线跟指线呢 该如何选择,以及该如何配置呢 才可以达到做钓的最佳效果呢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介绍母线跟指线 好,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在丛林开始学钓鱼的前三集 在介绍半游动钓组的时候 有讲到母线与指线 那我们先来讲母线的部分 母线啊,依照材质啊 主要是分为两种 一种是PE线,一种是尼龙线 在讲PE线跟尼龙线的差别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讲一个东西就是 线的号数 线的号数并不是以拉力值来分 而是以它的线径来分的 譬如说1号线 它的线的直径就是0.165mm 2号线是0.234mm 也就是说它的号数越大的话 线就是越粗 而以拉力值的表现来说 在相同的号数下,譬如说2号线 尼龙线的拉力值是4.31kg 而PE2号线的拉力值是9.1kg 几乎是尼龙线的2倍多 可是你注意观察 基调界很多人还是以尼龙线来当做母线 主要的原因有几个 以断母线率来说 当然在相同的号数之下 因为PE线的拉力值 比尼龙线要来得高 所以在断母线率的情况下 尼龙线它断母线率 就会高于PE线 不过这很好解决 就是子线使用的 就比母线的号数要小就可以了 而断子线率呢 PE线会高于尼龙线 主要是因为PE线本身没有什么延展性 而尼龙线的延展性很好 你可以想像尼龙线 就好像是一个橡皮筋一样 它会延展 所以呢当你在薄鱼的时候呢 尼龙线呢可以帮助你的子线 一起去薄鱼 因为它会延展 而PE线不会 PE线它薄鱼的那个 线的延展性全部落在子线上面 所以相对来讲 子线就比较容易断 然后以起鱼率来说的话 因为尼龙线它有延展性 所以它在薄鱼的时候可以帮助薄鱼 所以它起鱼率来讲的话 尼龙线就会高于PE线 然后因为PE线本身没有什么延展性 所以钩子的那头有什么变化的话 可以直接就传到钢尾来 比如说尼龙线如果是钓路牙的话 你用PE线就可以很好的感受得到 有没有鱼在吃 可是因为我们基钓 以半游动来讲是看浮标的 所以它这个特性反而对于我们基钓来讲 比较没什么帮助 然后又因为PE线它比较细比较软 所以它很容易残钢尾 尤其是风大的时候 我们的基钓竿又还蛮长的 残钢尾的话就会很麻烦 要解开就会很麻烦 反而尼龙线比较不容易残钢尾 而且有残的话要解开也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综合以上这一些特性 我们在基钓的时候的母线 还是以尼龙线是最好的选择 除非今天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我们才会去用PE线 接下来讲到指线 指线跟母线有两个主要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我们的母线是浮水线或是半浮水线 然后可视度很高 主要是要知道我们的母线 在做掉的时候会跑去哪里 可是指线它一定是沉水的 因为这样才可以把耳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不然耳如果在水中会浮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指线的可视度很低 最好是在水中能够引擎的 让雨能够看不到线 那是最好的 所以指线跟母线就有这两个差别 可视性跟沉水性 然后指线也是有号数的选择 跟母线一样 它的号数都是代表它的直径 然后它的拉力值跟尼龙母线的拉力值也是差不多的 线越粗的话拉力值就越大 当然不同品牌的母线跟直线的拉力值 会有些许的不同 这个就看那个品牌他们是怎么介绍他们的线 我们这边就是以比较通用的来做讨论 那我们在做钓的时候呢 母线跟直线呢 该如何选择呢 基本上呢就是钓杆四合 直线最大号数的拉力值 要大于等于母线的拉力值 然后母线的拉力值又要大于等于直线的拉力值 例如我有一支钓杆1.5号的钓杆 它上面写说四合的直线是1到4号 所以它的最大号数的拉力值呢就是4号就是8.4公斤 所以我的母线呢就配3号的母线6.35公斤 然后我的直线呢我就给它配2号4.3公斤 这样子在线被锁死的情况下 又没有其他的外力的影响的情况下 最先断的就会是直线 而不是母线或者是钢子 算是比较保险的做法 那这样子的配置可以起多大的鱼呢 如果你今天钓到的鱼呢 它不会钻洞也不会钻交 然后钻鱼的环境呢也没有什么样的障碍物 可以伤害到母线跟直线 那你就把你的线杯的刹车值 调到4.3公斤以下 这样子的话直线就不会断 然后慢慢的跟那一条鱼玩 那基本上呢 那一条鱼你要有多大就可以有多大 都能够钻得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细线钻大鱼 像我们在钓烏鱼的时候 常常就用0.8号线 然后可以拉起2-3斤以上的烏鱼 都可以拉得起来 那如果是线杯锁死的情况下呢 假设我们的指线是2号指线4.3公斤 然后鱼的力道呢 大概是它本身重量的2-5倍 所以如果是今天比较赔的鱼 你可以拉得起来大概是0.86公斤 那如果是今天比较不赔的鱼 可以拉得起来最大重量大概是2.15公斤 当然这只是个参考数字 给大家有个底 实际上做掉的时候 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需要考虑 比如说线有没有磨到胶啊 鱼会不会咬线啊 钩子的强度啊怎么样怎么样 这一些都是会影响的 那接下来我分享2个 我蛮常用的钓组 第一种就是钓类 因为我们在钓黑钓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钓贴底 甚至有点带托底 这个时候就蛮容易有卡底的可能性 所以呢我们的指线用的就比母线细 万一卡底的时候断也是断直线 然后线背呢通常不会锁太紧 大概锁一半紧就好了 因为钓类也它也比较不会钻到洞里面去 这样子配置通常其2-3斤的黑钓都不是问题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胶类 你会看到我在钓胶类的时候 我的直线用到5号 超过我的母线 然后线背也锁的比较紧 主要是因为胶类的鱼呢 它比较容易钻胶 然后在拨鱼的时候 那个直线也比较容易磨到胶 所以我直线会用粗一点 然后线背会锁紧一点 就是防止它钻胶 要把它振上来 可是当你直线比母线还粗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断母线的状况 尤其是卡底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探底的时候就要很小心 通常我探底的时候呢 我会再加挂一个小卷 跟测试先把它挂在一起 让那个勾肩藏起来 这样子的话去探底 去测量水深就比较不会卡底 然后因为钓胶类的鱼 我们通常都是右上来吃的 所以我们也不会钓得太贴底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 就是去挂到底 比较不会去断母线 然后因为你的直线的耗数比较粗呢 万一有磨到胶的时候呢 也比较不容易断 这就是胶类我用的钓组 那不管是雕类钓组还是胶类钓组 基本上都不可能会断杆子 因为我的母线就是3号 会比杆子可以承受的4号还要小 所以基本上正常的钻鱼的状况下 是不会断杆子的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一边 今天讲的有点理论 不过却很实用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